錄製完之後增加按鈕 剛剛做的彩排錄製 假設你剛剛做的動作有NG的話 請你重錄吧 彩排錄製NG就重來 大概就這樣子 我是建議你回去的話有時間 工作上用一道Excel 假如要重複的你就錄不錄看 反正錄錯也沒關係 反正就是一種經驗 你會慢慢越來越上手 然後再來確定說 它已經有在你的清單裡面 然後執行看看 接下來的話 我如果要把這兩個變成兩個按鈕 其實你說 老師我不要做按鈕可不可以 只是說將來按鈕好像比較方便 你就不需要說一定要跑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怎麼按鈕呢 插入裡面有這個 按住它之後的話 按一下 然後它會變十字 就是拖拉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把它放開 放開之後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 將來會對應到哪一個劇集啊 其實就是對應一個SUB OK 點它一下 我是建議 你點這個串接 上面兩個字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其實你按確定就知道了 因為它叫按鈕3 所以你可以把按鈕3 delete掉 改成串接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它自動把你自放上去就好了 但是它沒有這個功能 而且我跟科學講 它30年前就長這樣 30年後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微軟還蠻厲害的 像你難怪可以賺大錢 不過好像也蠻厲害的 30年前它就可以做這樣的東西出來 對 所以 我不曉得說它還能撐多久 不過理論上看起來好像 怎麼會沒有一個對手呢 對 你說現在有哪一個軟體 是以色的對手 有沒有 現在有嗎 好像 難怪它可以這樣子 再怎麼爛還是可以 OK 好 再來一樣 這是 清除就是再按一下 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一樣怎麼樣 再按一下 然後再拖拉 放開 然後清除 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樣就有兩個按鈕了 然後這邊按一下它 就有了 再按一下它 就清楚了 OK 不過順便講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上面跟下面 按鈕不一樣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也是 你假設說你第一個按鈕 跟第二個按鈕 要一樣大的話 其實你從拉 像我的習慣是 我的習慣是 直接拿這個 複製 然後呢 直接把它貼到下面 再把它移動 這樣一樣大對不對 可是名稱一樣 你可以再按右鍵去修改它 也就是說呢 你貼上一個按鈕之後 它可以再按右鍵 去重新指定 它是哪一個聚集 你可以再把這個複製 重新再把這個名稱改過 那這樣的方式好處就是說 你就做出來按鈕 就確定一模一樣大 所以假設你未來一定會有很多個按鈕 你就是先貼一排 然後再一個個慢慢改 這樣會最快 這個是分享一個 我個人的小經驗 因為這個如果不這樣 跟各位講 以後你們可能一定會問問題 因為之前同學就是這樣問 老師為什麼我做出來每個都不一樣大 當然可不可以調 可以調很麻煩 你不如就複製貼來改 最快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做按鈕的動作 另外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部分 你想說 老師這個 程式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你可以點一下這個 一個編輯對不對 按下去喔 這個就是進入到我們最重要的 這個Visual Basic 那我是建議 以後你這個環境 有幾個地方要改 哪個地方要改 原來是這麼大的 我建議是把它縮小 浮動在上面 為什麼浮動在上面 因為至少感覺好像有個前後的關係 另外的話 以後要寫程式 都是你要看下面要什麼 你再寫在上面 所以我的習慣是先縮小 第二個的話呢 字太小了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我是建議大家把它改到 十二或十四 按確定 十四好了 然後呢 特別注意 以後你的程式基本上 一定是寫在一個模組裡面 理論上 理論上你們應該是 Module 1 我這邊應該做兩次 我把這個Module 1 減到Module 1 反正你們將來的程式 這個把它移除掉 一律都是放在模組裡面 然後呢 只要是按鈕的話 它一定是個Sub 特別注意喔 然後呢 結束的話一定是End Sub 所以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中間就是它的程式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剛剛做了三個動作 那這個程式好像有點陌生 我可不可以讓它看起來更親切 對 如果你要讓它更親切的話 記得請你在這個程式上面加註解 那怎麼加註解 上面先刪掉 請你按個TAB鍵 我的習慣是這樣 1 所以這邊單以後開頭 第一個動作我是做什麼 我這個好像做游標放在12儲存格 所以我這邊可以打 游標 反正這個打給自己看的 放在12儲存格 反正這個不用打那麼細 我們只是大概跟各位知道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單引號開頭 第二個我是輸入公式 有沒有 對 類似像這樣 當然你如果想要多打一點 你就自己打 最後的話呢 就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在這裡 空點點兩下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名稱叫AutoFuel 自動填滿 那就是第三個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OK 所以你們可以 這個地方 原來你假設不加上註解的話 你可能會完全看不懂 到底它在做什麼 不過因為加了註解之後 原來如果我今天游標放在哪個儲存格的話 那我只需要一個物件加一個方法 哪個物件 Range 有沒有 Range 其實Range就是範圍 不過範圍它可以是一個 就儲存格 那也可以是一個範圍 後面會用到 點Select的話呢 就是它的方法 它就是游標放在上面 那當然呢 如果你有一個Select的話 它是有點像動詞 就會產生一個名詞 叫Selection 有沒有 你有選的 就會多一個Selection 對不對 然後 底下的話就是AutoFuel AutoFuel 就自動填滿 那這邊有一個Distination 就是它的參數 冒號等於 前面就是叫參數的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帶什麼參數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 冒號等於 前面就是參數的名稱 後面就是你要帶給這個物件 這個方法的參數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反正你慢慢這個要累積 就累積久了之後 那你就知道說 有些程式不會寫 沒關係 錄製之後來拼裝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喔 有些地方不會寫 其實是可以這樣做 底下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最後呢 加了按鈕之後 那請各位呢 自行在這個地方 再加上註解 所以喔 清除的話是一一樣 游標放在這個意思 二的話就是什麼 我按 可以按按鈕 之外 是的 說好 看什麼 沒錯的話,第三個就是按Delete 所以Delete 這邊的話,加一個按 類似像這樣 原來Ctrl就有向下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寫法 當然,其實錄製的跟自己寫的 有的時候不完全會照這樣的寫法 其實還可以有很多的變化 不過大致上都差異性不大 我後面會教各位怎麼寫 會更精簡 錄製畢竟它有點囉嗦 像輸入公式,你會發現它叫什麼 Formula R1 C1 你後面會發現完全看不懂的東西 為什麼R1 C1? R的話指列 C的話指藍 E的話指的是第一列 第一,意思是說 它是相對位置 所以底下的話呢 就是以 R1 C 就A1那個儲存格 當成是出發的地方 所以向下幾個 向右幾個 它底下就是 有沒有 R如果沒有 那就是 同一列 如果C 中瓜虎虎 意思是說 跳兩藍 不過 跟各位講 光看這個頭暈的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寫公式 不會用R1 C1的寫法 會用我們比較看得懂的公式寫法 因為這個是以色友自己看會比較看得懂 但是我們看不懂 所以呢 你不需要學這個 你只要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了 不過很好笑的 有些書裡面 還真的分析R1 C1 還寫一個章節出來 我整直是無法想像 你根本不需要學 這根本可以deleted掉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寫給以色友看的 給電腦看的 給電腦看的 人還是要用人比較能夠理解的寫法 所以後面我會教大家 如何用人看得懂的寫法 比較好理解 不過可能要改變一下 那個錄製劇集的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最後 我這邊其實也有那個 最後大概的一個 在雲端白板的第12頁的地方 這邊也有我剛剛寫的東西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那個註解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前面是單引號 至於後面寫什麼 沒關係 你自己寫 你自己看得懂的 因為那個註解 是寫給你們自己看的 所以你愛寫多一點沒關係 像之前有同學還滿認真的 他幾乎把上面註解 當然是寫筆記的地方 他多寫很多 他很多都不會 沒關係 但是你想要少寫也沒關係 最主要是說 錄好的程式如果沒有加註解 將來你回頭看 你會看不懂 OK 所以這個當然呢 還是有他的必要性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按鈕先加 兩個按鈕 然後加完之後呢 再到那個聚齊的編輯 聚齊裡面有個編輯 然後呢就會跳Visual Basic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點Visual Basic 然後呢 字如果太小 記得在工具選項裡面有個撰寫風格 你可以把字放大 不然的話你這邊看得很辛苦 然後大致上是這樣 我是建議回去 有時間的話可以再找其他的地方 你工作裡面會重複做的 可以多多練習 因為上班的時候 如果你會用一個Visual 這個時候是最好的練習 所以你上班反正還可以練習 那這個東西其實沒別的訣竅 反正就是熟能生巧 OK 做久了大概就熟了 熟了你就會慢慢做一些變化 可以試試看這個部分 然後到我們來吃東西 很重要 就這樣做到 我們先回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吃東西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